這個遊戲的名字叫做遊戲點EXE 遊戲執行檔 是Steam上面的一個遊戲然後他好像有點 模仿電腦畫面阿 有點第四次元遊戲 輸入你的密碼 我不知道密碼耶怎麼辦 MicroFest Winbox98 忘記密碼 輸入名字加現在的年份 Oliver1999 怎樣 歡迎來到MicroFest98 要使用這個作業系統你要同意我們的 不要做任何違法的事情 幹最好是有人會看阿 OK 我網路沒連線耶 好大聲喔小聲音 這裡沒有連接網路線 怎麼亂電腦阿 這電腦是剛組好喔 遊戲故事好像是說在1999年這個大學生剛買了一台電腦 然後他要用電腦去網路購物還是什麼東西的 感謝你買了這台電腦 從他們的商店 這台電腦屬於奧利弗的 請確定你要完全刪除 硬碟裡面的資料 然後享受你差不多全新的商品 喔 喔密碼在這邊 喔他買二手電腦啦 二手電腦出貨前怎麼 不先把裡面的資料刪一刪 他的遊戲空間 硬碟只有20G耶 呵呵呵 二十年前的儲存空間這麼小喔 都忘了 嗯 音樂箱 拉機桶 拉機桶有一個文件叫 Shut the fuck up 拜拜你 你完全不知道要開發 遊戲的難處 所以你最好把嘴巴閉起來 你以為你能夠了解嗎 去死吧你 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 我不需要幫忙 我也不需要食物 我不需要任何的東西 不要再浪費我的時間了 寶貴的時間 呵呵 那些時間應該用來開發遊戲 這是 這是 這個奧利弗是不是也有 神經病啦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聊天話題一樣 會在路上 發神經 當著小孩跟老婆的面 對著別人大呼小叫 這種神經病是不是瘋子啊 在家裡那個小孩大概也很害怕他老爸吧 說不定還有什麼家暴的情況出現 但是我們沒有看到 小孩子都活在恐懼中 再辦事項 野下遊戲的故事 嗯 優化腳本 主要選單 這個遊戲到底要 從哪裡開始啊 優化我的Winbox 桌布 好我要這個 不要 不要挖夜空 不要挖3 然後我的檔案 遊戲檔案 圖片 MI16 What the 坐著喔 這家我看起來很中俄喔 然後 指令 這是他做的遊戲中的指令吧 我覺得這個遊戲有點像是跳脫第四面牆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要 使用這台電腦 的期間 剛好會有可能挖掘到這個奧利弗做的遊戲或者是他的事情 懂嗎 這是什麼序號啊 他又破壞神二喔 是不是差兩天就要出來啊 可以打寶囉 遊戲故事 我還需要寫出一些有趣的故事 現在 他的構想只有一些亂七八糟的怪物 然後跟著你 在城市裡面 然後你需要殺掉這些怪物 遊戲 欸等等這是不是可以玩啊 開不起來 殺小 這個咧 他寫說不 我才不會讓你偷走我的遊戲咧 滾開 主人的靈魂在裡面喔 這寫殺小 幹 他媽的 他媽的病毒 病毒四窗吧 還有沒有別的東西可以看啊 WINAP 連接到網路 指令 reset 我不會讓你 刪除 我那個該死的遊戲 你這個混蛋 唯一一個你能夠刪除的 就是 除非你把我殺了 Kear 他的靈魂已經在這個遊戲中了 Fake 這個哺哩巴 這個電磁波干擾 不是我的手機喔 因為我沒有用喇叭 這是遊戲中的音效 有人會誤會 會以為你手機打來了這樣子 他等於是要給你製造一個 真實的恐懼說 欸 是我手機嗎 這樣子 實際上不是 故意的 你懂嗎 FIX 找到兩個 嚴重錯誤 欸 現在正在進行進階修復 好你的程式修好了 點開始 嗚 嗚 這遊戲我真的沒有玩過嗎 我上面還有一個倒數計時時間欸 阿里佛加入了遊戲 阿里佛當怪物 他怎麼能夠 我沒有接網路他是怎麼加進來的 喔 我在這個遊戲中是要幹嘛 尋找蠟燭 有個蠟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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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體力的欸 痾... 他會以什麼形式出現啊 好吵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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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好像找不到我會退欸 遠方那個紅紅的眼睛就是他啦 離他遠一點 距離他會 他就偵測不到 我發覺我的遊戲時間為什麼越來越少啊 吃蠟燭才會補時間 這個聲音又來了 小聲一點小聲一點 他看不見他就會放棄啊 他看不見他就會放棄啊 他就給我一點 才吃時間 他好像沒體力欸 媽的這是我進來的點喔 他卡住了 你死掉你就整個重來欸 再來一次 那代表說我的電腦爆炸了還是說我死在裡面了 三個 啊我剛好知道三個位置了 他會走進來吧 我體力跟他做最後的 爭奪戰 全部灌上去 我在遊戲中拿到所有蠟燭然後出來伸出一把槍然後往奧利弗的靈魂 鬼身上放了下去 奧利弗消失了 怎麼辦 再也沒有遊戲了 等一下我先看一下好了 離開 現在給我滾出我該死的電腦 你這個骯髒的混蛋 滾出我的電腦 好滾出滾出 我只能滾出去嗎 可是我還想要輸入一下 電腦序號欸 等一下再輸入嗎 登出 哇 你可以做出重新開始 好重新開始 欸你的Winbox 驗證成功囉 現在要重新 刷新怎麼訂閱之類的 呃好 現在試著連接網路中 嘖 這個好像我 我們很早以前 中華電信連接 然後你要去 接電話 然後不是要電話接起來 會那個BiniBiniBini的聲音 哇 沒辦法連入網路 reset一下 我原本要重置他的硬碟 然後他跟我說他不准我重置 那他現在死了我可以重置了吧 你真的想要完全重置你的系統嗎 好 好我們把奧利弗殺掉這樣 然後密碼就是奧利弗 1999 這樣 喔 這台電腦終於變成我的了 我把電腦裡面的魔給驅了 把那個加爾靈魂給殺了之類的 欸 怎麼變動畫了 啊怎麼辦 這是3D遊戲還是說 剛剛只是開頭啊 哈哈 這什麼氣氛啊 好笑喔 好黑喔 換我進去了 哪個 IMPOSSIBLE 奧利弗你 幹不會吧 哼 它跑出來了 他現在怎麼辦啊 你看我我看你 我到底是跑進電腦了還是我把Orifor真的殺了啊 最後他在這個電腦上面的這個意思是什麼啊 他走了 我把他解放了 然後把硬碟重置 所以他跑出來了 不知道耶 後面還有沒有 沒有了 這遊戲還有沒有什麼秘密存在啊 那我再登錄一次 有的玩嗎 沒有使用者 好 你殺死了奧利弗 恭喜你 但是 你對電腦造成了傷害 而且沒辦法回覆 請離開 然後再也不要打開這台電腦了 幹我才花錢買一台新電腦啊就說電腦壞了啊我硬碟換 換掉就好了啊重灌啊 這個時代的二十年前電腦是沒辦法重灌的你 其實剛剛那個已經是結局了吧 這已經沒意了喔 應該是沒有東西了啦 我以為這個遊戲有更多秘密可以探索了 實際上應該是差不多了吧 然後他是怎麼有自己的意識在電腦中 我覺得是因為 他想要開發遊戲 最後可能做不出來或者是怎樣 鬱悶而死吧 然後他的冤魂就附在這個硬碟上面 我就是買他二手電腦的人 然後就遭遇了這整個靈異現象這樣 跟你一模一樣 你有這麼悲憤嗎 畫圖畫不出來然後就一頭撞死 然後靈魂附到你的電腦硬碟裡面 然後只要有人想打開你的硬碟 看你之前畫的油圖 然後你就會 出現然後把那個人掐死 是這個意思嗎 還蠻有趣的 但是我希望他能夠再多一點後續 或者是 那個電腦動畫我們不是看到奧利弗 就是轉身要離開嗎 就是解放了 那個電腦在拉遠鏡頭的時候 我們應該要看到奧利弗從電腦的螢幕 這樣子 這樣子像針直一樣這樣衝出來 這樣比較有意思 希望能夠再可怕一點 我知道有些人的桌布是大奶子圖 對不對 你們一定也會承認的 這次最低就看奶子圖 唉 那我先把這個關掉啦 小遊戲而已啦 有點像是 Standerman的變化版 對呀就像你們講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